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2月6日 星期日 本來 其實是想休息的 不過看到這段新聞 也頗值得說 也拿出來探討一下 看到一段新聞 叫做中國 是30年來首次進口印度大米 這個真的是很特別的消息 中國人以農立國 米也是中國的最主要糧食之一 中國人很多人 沒有飯落肚子 就搞不定的 所以很多人 比如說 外面 世界謀生 如果沒有飯吃 只吃麵 意粉 麵包 其實很多人也頂不住 尤其是農民 其實真的是農民 農民因為體力勞動的問題 所以如果沒有飯落肚子 他們好像就不夠飽 當然如果有像外國人一樣 吃牛扒 吃一塊牛扒大快一點 怎麼會不夠飽啊 甚麼都能夠飽 原因就是中國人 米是最便宜的東西 所以 才是要吃那麼多飯 那麼多米 這個問題出現到 竟然要幫印度入口大米 先不說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矛盾衝突 這次 他跟印度買 10萬噸的大米 印度的米 其實 大家如果有研究過 他的米也是長而幼的 基本上 不是很適合中國人 他那種米煮完出來之後 其實如果中國人去吃 其實相對比較難 而這些米 比起 中國和其他地方入口 原來是便宜的 原來 因為 這次的價格是3000 即是 他說便宜過30元 因為 這次是 300元一噸 這次是10萬噸 300元一噸 10萬噸 就是3000萬 那麼 中共 中國一向 跟 越南 泰國 孟加拉那些入口 若果 再貴 300多 這次跟印度買是相對於便宜的 原因 其實印度米的質量是差一點的 如果說米的品種來說 越南米 和泰國米是最適合 中國人的口味的 但是 我們看到 大陸自己出的米 其實是不夠吃的 因為米便宜 一噸才有幾百美金 一噸 要種的 種的 種的 基本上是不夠 皮的 所以大陸已經沒有人種了 所以中國人每年原來要入口400噸 這些米 400萬噸 要入口400萬噸的米才夠中國人 吃 因為人口多 米是最便宜的 所以 是全世界首扣的 當然最多當然要在 泰國 越南入口 其次 就是澳洲米 香港我們有吃到袋鼠米 金棍絲苗 澳洲米 金像 泰國米 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的 有人喜歡吃的人也不喜歡吃 越南米 其實越南是很富庶的 越南被越共弄得全面 越南一年有四層米 真的是魚米之鄉 土地很肥沃 一種米 很容易種到 越南米 其實也是一個出口的地方 印度 不說不清楚 印度的米是全世界最多出口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 種植米的人多 而且 特別便宜 這次印度也是低於他們平時的價格 賣給中共 不知為甚麼 是不是以事友好 中國就出現了大規模的糧荒 路透社報導 印度的糧食官員12月1日表示 由於泰國、緬甸、越南的大米供應很緊張 中國開始向印度入口大米 這是30年來首次 即是90年到現在第一次 官員透露印度這次向中國出口10萬噸大米 總價是3000萬美金 即是300美金一噸 12月裝船運到中國 當然是用馬六及海峽 印度最大的毒蜜出口商 執行董事就說 泰國、緬甸、越南 由於供應有限 而陷入困境 因為他根本被中國人買了 自己也不夠吃 中國最終是別無選擇 向印度購買 今年 中國遭受到中共病毒 洪水的郵輪和旺災 多重打擊之下 糧食大幅減產 六媒估計糧食減產幅度超過30% 中共 當然是說謊 糧食豐收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他在說謊 中國民眾發現 近期 稻米市場 高糧的穀物全部都加價 明顯出現了糧食短缺 武漢 當地的消息說 超市的高糧和大米 食物 全部都加價 原本兩元一斤的高糧 現在賣到四五元一斤 升得很厲害 大米價格也是 他 什麼時候升也不知道 反正今年一直一直升上來 也沒有停過 上個月買東北大米4.5元一斤 到 明年就糟糕了 我們在這裏買米當然是貴 超過10元一斤 十幾元 據悉 中國每年進口大米400萬噸 從事糧食買賣的唐先生表示 中國的糧食 主腹食對外依賴度超過70% 大米問題更加嚴重 因為現在沒有人種植水稻 因為沒有錢賺 他說由於越南 緬甸 柬埔寨 泰國這些國家 也要存糧 防止飢荒 大米出口也減少 當然減少出口 價格自然提高 因為課源少了 反而 另外一個山東大學的學者就表示 中共官方之前宣告糧食豐收 以成定谷 但是最近就買印度大米 很明顯是在說謊 他說 中國被迫從印度大規模入口大米 可以見中國戰略物資 儲備糧食 大米是最重要的 這次 向印度賣手 原因是印度的東西比較便宜 其實就不適合中國人使用 印度其實也很嚴重 原因是這次他們說的賣價賣得很便宜 印度媒體就炮轟政府了 民眾 對於政府低價出口糧食表示強烈不滿 有人表示 走上街頭 抗議 也有印度農民 表達這個不滿 從這件事我們看到 中國 可以說 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危機 我們看過大學公園爆煲 導致大學生傷亡慘重 互聯網金融 也開始 問題陸續浮現 我們可以看到互聯網金融其實就是馬多夫騙局 馬多夫騙局陸陸續續爆煲 糧食又出現緊張 而大學生 每年有800多萬個大學生要投入勞動市場 畢業就等於失業 今年全球疫症大流行 明年經濟也很難再恢復 今年中國在4、5月份開始慢慢出口好轉 到了6、7月份 它的出口是不斷地上升的 但是 這個是一個災難 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原因就是全世界沒有人接單 因為原材料價格 由於沒有人開工 很多地方lockdown的關係 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 所以所有的訂單就轉到中國 因為全世界只有中國還在接單 外國的 大部分的工廠都不肯接單 中國人以為撿了筍東西 接了單 誰知道大糟糕 原材料價格上升 因為 原材料在當地沒有人開採 價格飆升了 而運輸成本也因為全世界的lockdown關係 運輸成本大漲 所以他們入口的東西 就貴得慘了 好了 然後 人民幣還要大幅升值對美金 當然對其他 貨幣可能沒有升得那麼嚴重 但是對美金是升了超過一成 意味著 他們的價格 是 貴了很多 而美金對於其他 例如巴西 印度 土耳其里拉 土耳其里拉 繼續升的 沒有貶值 土耳其里拉 俄羅斯勞布 印度勞比 這些貨幣 和中國有競爭的 這些國家的貨幣都是下跌 即是中國的貨幣 比起印度貨幣 比起越南貨幣 比起土耳其貨幣是貴的 他們 競爭力接下來會進一步削減 中國面對那麼多問題 我們覺得 根本 就是命員一線 其實他們現在強硬撐下去 就是 要拜登贏 只要拜登不贏 特朗普繼續撐他們 很快 明年就可以撐到中共 爆波為止 我們是深信這一天 我們是會在幾個月內看到的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